人工智能助手也就几百块钱一台 在如今生活已经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东西 假如给你一台人工智能助手你会做什么呢 哦不对 应该说给你一台披上美女小姐姐外壳的人工智能 那么你是否会三天睡不着 那我每天都在研究它到底是不是还有某些隐藏功能 在神奇的2002年就有这么一部动画 人形电脑天使心 人工智能变成了性感大姐姐 也可以是帅气小哥哥 反正主要讲述的就是关于人形智能电脑诞生后 人的生活会起到什么反应 这种题材即便拿到2020年也是脑洞大开 毕竟某些老绅士的脑洞不去写小说实在太浪费了 而这部动画可以称得上是大多数90后的路窄翻 它的尺度你说大也不大 你说小还真不小 反正2020年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还看不懂 毕竟长得再好看也只是一台电脑 电脑不就是用来学习知识用的吗 这没什么太阴急的啊 可如果在长大后你重新回顾一下 你就会知道呀草帅了 有请提示此部动画是过神作品 故事背景就如开头所说 在未来世界普通电脑已经被彻底淘汰 人类使用的电脑是采用能工智能结合所创造出来的人形电脑 它和人类没有太大的区别 并且会绝对服从主人的任何命令 顾客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 对人形电脑外观进行更换 人形电脑主要电源基本来源于大脑 有1比1的人形电脑 也有方便携带的轻角人形电脑 男主秀书因为考试失利而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下 从小在乡下的他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人形电脑 所以到大城市就彻底被吸引了 即便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AI 但那外观量猎物妹的造型还是让他忍不住想要 可是一看价格 靠杯哦 598000日元 折连兵币大概在38000 把嘴给我闭上 我说个数 598日元 200台 反正秀书没那么多钱 但他想要人形电脑的心却愈发强烈 尤其是在找到住宿的地方后 在宿管姐姐这笔鼓的帮助下 很快就住了下来 他借视了新邻居 结果邻居小哥哥竟然有一台轻巧的人形电脑 那玩如活人一般的人形电脑 让秀书实在特别好奇 也特别想要 所以这一天 秀书满脑子都是关于人形电脑 即便到了晚上买东西回家 都还在想如何得到人形电脑 如果可以捡到一台该多好呢 于是身为男主的秀书肯定有buff加持 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发现路旁的垃圾堆竟然有个女孩 那造型就是一台人形电脑 还是1比1的那种大小 环顾四周也没有人 秀书便决定带这台人形电脑回去 传出中的垃圾堂其实在02年就已经有了 所以说捡垃圾不能发家致富娶老婆的 虽然有一台人形电脑 可是新问题也来了 因为秀书不知道电脑开关在哪里 于是只要摸摸耳朵捏捏鼻子 在几乎把全身都碰了一遍 还没有启动 秀书就在想 是不是坏了 可是还有几处地方他没有尝试 难道这台电脑的开关竟然如此糟糕的未知吗 秀书顿时满点通红心跳加速 但为了能够让人形电脑启动 秀书只好当了一回老身世 结果人形电脑竟然真的起动了 其实大多数人形电脑的开关值在耳朵鼻子或者额头 显然秀书捡到这台人形电脑是比较特殊的 当然还有更特殊的开机方式 一路人形人形电脑是采用挂挡方式 现在一看秀书捡到人形电脑好像坏了 差不多三分之二 因为他总是一点憨批的模样 连话都不会说 只会吐出一个鸡字 于是秀书就给他能形电脑取名为小鸡吧 嗯嗯嗯 这名字实在太可爱了 就像小鸡刚启动时就玩弄一个巨鹰 他对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一窍不通 秀书需要对他进行教导 别人的人形电脑买来是提供帮助 而秀书捡来的人形电脑反而需要自己给他提供帮助 所以一分钱一分货 免费的和收费的显然是有区别的 也许是因为有过被人遗弃的经历 所以小鸡虽然不会言语表达 但是却在行动上产生担心眼前的秀书会消失的举动 所以秀书向小鸡保证 虽然是捡来的 但是自己一定会好好用的 所以之后秀书就跟原先的目标拖了鬼 把自己要来大城市闯荡 重新读书的伟大目标搁在一边 先去找精通灵形电脑 能想学习多多控制小鸡 再从国分四等口中得知了小鸡虽然挽如巨婴 但是因为中有学习芯片 所以只需要像教导孩子一样教导他就行了 而在临走的时候 四等定住秀书一定不要和零星电脑发生任何关系 而这个故事就从这平淡无期的日常开始展开 秀书虽然耐心的教导他知识 不过小鸡除了学会叫秀书的名字以外 还是显得有些迟钝 不过好在后面还是让他很快就学会了日常基本生活操作 并且在没过多久就可以自己外出打工赚钱 花三万八买个机器人 然后打工一个月最少也有三千八 十个月后就有第二台 如果有钱买个百八十台 这样一算是不是比做包猪婆还这么爽啊 从目前来看似乎有一台人型电脑百利无一亥 可是秀书就读了补习班老师 却因为人型电脑毕竟临近崩溃 他虽然在学校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不过却不受自己老公的欢迎 而原因就是因为丈夫买了一台人型电脑后 就从不再关注妻子 两人开始没了交流 最后演变成竟然都忘了自己还有个妻子 这种病态现实 人型电脑出现可以弥补人型中很多电头 由于丈夫被人型电脑迷住了 对于这种在大多数人眼里是属于没有情感的冰冷机器 所以这算不算出轨 移情别恋还真的说不好 反正女老师所信就再也不相信男人会专一了 而让女老师豁然开朗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女老师也移情别恋 爱上了秀书的好机友 毕竟就说好机友展开了猛烈公式 实在是一个情感受挫的女人 无法抗拒 而且朱秀书对小鸡的情感也只是局限于新其中 他大词也不会在故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证实自己喜欢小鸡 那谁看了一半也多少都知道 这中规就是讲述秀书和小鸡的情感故事 所以女老师其实一开始倾诉的对象算是秀书 秀书也和女老师在一个屋檐下过也过 当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不过秀书倒是有一些糟糕的念头 毕竟还是年轻小伙 但是他却还是在一个夜晚看到女老师和鸡友相拥的画面 而这个动画的女主其实还有一个 叫玉美 是秀书打工老板的女儿 玉美起初对秀书的表现很明显就是喜欢秀书的感觉 但其实她却心中早就有爱的人了 并且对方还是一个结过婚的男人 男主梦幻开局作用漂亮女宿馆和小鸡的展开 后续更是有女老师和老板女儿的加入 结果女宿馆姐姐已经结婚了 女老师被鸡友抢走 老板女儿犀牛说书 所以男主只剩下小鸡了 而说到玉美喜欢的那个男人 他很不满自己爱男的结婚对象 竟然是一台人型电脑 为此玉美还特别不爽 自己是比电脑差嘛 可是男人和人型电脑的故事却有些感恩 因为本来这台电脑就是比较老款的 后来出了很多问题也羞不了了 甚至变成了利鲁小鸡最开始的模样 什么都不懂 但是男人却依旧不离不弃 直到一次发生意外 这台电脑救了男人 可他本应该已经没有任何意识 而也许是程序内有保护主人的编码 也可能是男人这痴情 让人型电脑感动了 反正最后老板女儿也还是跟这个男人和好了 并且还算是秀树做工具人撮合的 而当初引起巨大轰动的舆论 就是因为男人还特地给妻子犯了一场葬礼 从这些知识人可以看出 编剧就是在为秀树和小鸡两人的情感做铺垫 所以这部动画虽然在开头有些剧情设定比较糟糕 不过整体的情感描述却是让人特别心软 并不是什么无脑后宫爽闻 开局梦幻白给 秀树会对女老师和老板女儿有念想 一直残身子 她真正爱的人其实还是小鸡 人形电脑天使心即便拿在线炉金来看 也仍旧是一部神作 她没有那种低俗脉络 甚至还会激起男生心中的少女心 而即使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人形电脑 我想屏幕前的老绅士们肯定会有人和电脑结婚 其实和电脑结婚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十轮中气 如果你把人形电脑当成自己的妻子 或许在第一个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会备受指责 但是相信随着时间特意 这种操作并不是什么新奇之事 毕竟就拿真的来说 有多少人还不是先冲着别人好看 再展开猛烈追求 所以喜欢上好看的人形电脑并不可耻 可耻的是 你把他当成了电脑 而不是妻子 最后 还在外沾花乐草 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就像女老师的丈夫被人拖了气 就这种说法 管你是人还是电脑 反正不照顾自己妻子感受的男人 包括不照顾自己老公感受的女人 我认为都是诈 而虽说这是一部存爱神作 我也承认秀术和小鸡的情感发展 是有些让人羡慕 但我怎么感觉从一个什么都不懂 培养到对自己完全心嫩 这可不可以叫做兽女养成绩 当然 这只是我心中的一个疑问而已 毕竟 这部录在神作还是很多人心中的 存爱翻 所以 我怎么说可能会被打 我不得不承认 我酸了 如果视频前的老生生们 也感觉很酸吧 酸了 靠在公平评论上 给这期视频收个尾 我是少年 以为名类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